一手抽塑膠袋 一手撈米粉 炒米粉摊阿姨的生意 搶搶棍 我们在搶占一个视野更好的位置 可以看到所有菜饭交易的情形 请睁大眼睛看 塑膠袋像不像传统市场的支付宝 方便 快速 省麻烦 付钱交货 提的就走 走路带点刷刷身 这双台味十足的蓝白托是台客族的朝圣品 粉丝称它是台湾的国鞋 而这款红白混搭的条纹塑胶袋 好抽 好撕 好提 好拿 重量又轻飘飘 有台湾国民提袋的称号 下午四点在新北板桥的黄昏市场 人车穿流不息 买卖的吆喝声不断 处处可见到国民提袋的撞击 好 新北一盘 国民提袋后续出了进阶版的姐妹品 红 黄 白 橘再加上小粉红 五色旗在市场迎风飘扬 一旁再加挂一组耐热袋摩天轮 方便摊商顺势抽取塑胶袋 招呼客人 市场摊商的服务细心与热情 从抽取的塑胶袋数量就可以看出来 逛海产摊 老板先帮忙把蛤蜊用袋包好 担心汤水外溢再多加一层外部防漏 火锅店的老板 利落地把豆干海带套袋 再拎了包油豆腐 一次慷慨奉送五个袋子 一趟逛下来 主部门的双手往往拎着七八个袋子 提着长串的塑胶粽走回家 大部分可能就像你买肉买鱼 它是直接用一个塑胶袋接触 线索政策它直接接触 接触食物的它并没有线 其实它线的还是外面的提袋 就像面包店 面包店它也是线索政策的一个管制对象 那它直接包面包的那个塑胶袋 并没有限制 而是外面的替代 就像环保署它在推线索政策 它也是一个渐进式的 它在95年的时候 先只有七个类别 七个业别 然后到了107年的时候 再增加七个类别 如果我们一下子就推到这个市场 来做的话 那我想这个反弹应该是非常非常大 那有可能政策还没推成功 就已经失败了 不在限速范围的传统菜市场 常可看到店家进行使用塑胶袋 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内大多是裸卖散装的蔬果食材 比如像当季的大冬瓜 菜花和A菜 体积有大有小 有长有圆 不用塑胶袋包好 客人不好提取 摊加上个笋丝和酸菜 包个耐热袋 保鲜期才能延长 避免汤吃滴肉 就鱼啊 鱼跟猪尽量不要跟蔬菜放在一起 因为肉它还没有处理过会有腥味 它会影响到菜新鲜度 消费者忌讳把荤素食材放在一起 也是助长塑胶袋使用的原因 这摊买了油脂饱满的生鲜鸭 第二摊是湿搭搭的蛤蜊和水产 回家前再夹个鱼丸和贡丸 买了多少样菜就拿了多少的袋子 那么这些袋子到哪去了呢 周二的下午 新北市的资源回收车 缓缓的进入巷弄 今天的回收作业 除了纸类塑胶品 也包括塑胶袋 我们算粗料 塑胶袋算粗料 然后它跟薄片放在一起 对 清洁队员站在车上手脚俐落的破袋 要分选回收物进行再利用 奇怪怎么一打开 塑胶袋里头还包着便当和家庭垃圾 好的坏的全都丢进来了 像这一类像我们的手提袋 或是一般的塑胶袋 我们是回收的 但是也麻烦要确保说 它本身是没有油脂 或是相关的一些脏污 我们才会进行回收 像这一个 这一类的塑胶袋是很明显的 它里面是不透光 然后也有一些就是避免食物可能会变质 等等一些会有一些铝箔的状态 所以这一类的我们是不收的 是不进行回收 那另外的话像一些食品 食品类的物质的塑胶袋 我们可能就要确保 它里面并没有所谓的油脂 或一些脏污 像这一类如果本身呢 会有一些油脂类的 或一些脏污类 这种我们也不进行回收 环保单位再三提醒 干净的塑胶袋才可以回收 塑胶袋如果不好好的清洁 除油解腻 将来通通不能再利用 我们从储藏坑也可以发现 这些回收而来的塑胶袋 有的干净有的脏臭 通通混杂在一起 最后流向去哪里了呢 这边是我们那个回收厂 然后这个东西是我们 因为我们有做那个工所的那个 回收他们的回收物回来嘛 里面会有你看 现在看到就是有塑胶袋 然后有那个餐盘 纸类 然后一些塑胶类 现在他们在整 这里面有很多 也有那个小朋友的玩具 小脚踏车 有安全帽 然后有一些衣服 然后我们的 女生的那个内在外在都会有 地方环保局标售回收物 类目只标注塑胶 没有仔细的分类全部打包过来 让回收业者很头大 这些回收物混杂着塑胶瓶 罐碎片和塑胶袋 光是拣选就是大工程 我们现在人工是在做 把宝特瓶跟塑胶类的东西做区分 其实塑胶袋总类不包 当然只有塑胶袋 还有麻布袋 跟一些用网袋装的东西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一些 像类似太空包那种 那种类别的东西 这其实是最头痛的问题 很简单的 这种东西对于 没有这些没备费 那个是属于都是无价的东西 而且我们还是用钱 去跟人家购买回来的 塑胶袋标示不清 材质不明 又脏又油 会增加后端处理的麻烦 让处理业者拒绝收取 这些无处去的塑胶袋 现在只能减农压砖堆在户外 每座都是超过两人高的小塑胶丘 日晒雨林五六年 都已经发业长出草 我们外面 别人目前有塑胶袋类别 跟薄片类别 跟麻布袋类别 我希望说环保署那边 可以协助我们如何去 处理这一块的问题 这样子 之前也有协商说 是不是可以去粉化炉 进场去粉糟 可是粉化炉 不允许我们塑胶袋进去 所以我们才会导致说 堆积到这么多的数量 在外面这样子 分类不够详细 导致回收的价值低 流入回收链的塑胶袋 找不到去处 业者叫苦连天 却也无计可施 束手无策的 还有一群海洋生态职工 你有认得他吗 你有去过海洋公园吗 大家不要乱丢塑胶物 对不对 因为这些东西不会分解 它们不会从自然中消失 但是它们会越变越小块 越变越小块 进到动物的身体里面 那个东西叫做塑胶为例 对吧 星期六的下午 金屯协会正举办一场 海洋环境教育的活动 群场的焦点都围绕在 这支玻璃瓶上 来往的游客 纷纷对玻璃瓶品品头论足 这位好奇的妈妈 凑近一闻 眉头立刻紧皱 闪身落荒而走 这是塑胶袋 对 这是塑胶袋 这是在这个麻布袋里面的塑胶袋 这些就是从那个 慧晶妈妈肚子里面找出来的垃圾 我们当时看到 这样的麻布袋里面 装着其他的塑胶袋 有点臭 我打开一点点就好 我以为他会整个 把一个宝贝 吐 有气的味 洗过了 还是很臭 还是很臭的对不对 那你看这个东西 在他的身体里面 你们觉得很臭 那他也不喜欢这样子的东西 在他肚子里面 对 很臭吗 超臭的 好 闻闻看就知道了 你妈从来臭 没有 最多的还是塑胶袋啦 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好了 今年救援案例替他照S光来拍摄他身上的一些伤痕 那后来很不幸的他走了 那我们解剖之后 我们就发现他肚子里面有一个袋子 这个袋子上面还写健康药局 诶 应该是有害健康啊 什么什么什么 有害健康 对 所以从2018年以后 我们每一年 几乎都有两三件的案例 就是金屯死亡 肚子里面都有大量的热射 一些麻布袋啊 塑胶袋啊 那麻布袋 塑胶袋 这是最多的 那BB弹也有 对 我们也有看过 昨天在调资料 发现有BB弹这种东西 然后也有整包的那种 泡沫红茶 那种利乐堡泡沫红茶 整包的进来 然后也有整包的清便宜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要先塑胶碎片 现在一个人 要吃掉一张卡片大小的塑胶 这看起来是花饼嘛 宝特饼盖啊 塑胶 一般塑胶袋 吸管啊 然后 刚刚有点到一个塑胶汤匙 拉着你的 之类的 就是这样 用那个容器的盖子 哦 汤匙 真的太可怕了 一些垃圾料 淨灘志工沿着 沿缝抠亚抠的 拼命的把手伸进小洞穴 要捡食海漂垃圾 这些用过急丢的塑胶袋和塑料 成了陆地上的公害 殃及海洋生态 志工一袋一袋扛上岸 怎么清也清不完 就像挥之不去的噩梦 我没看过这种鱼网 很特别 定制网 它的外围的网的 那个网目比较大 然后到中间 到那个网袋里面 是越来越小 看起来 你要吗 要我剁一剁给你 好啊 在ICC的统计上 日用品 名称用品 比如说塑胶袋 手摇杯 这种瓶盖 类的东西 就会非常多 那目前其实塑胶的污染是因为 大家可能觉得它太方便了 所以用完就丢 那我觉得这个是跟行为有关 它跟材料本身 这个材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是大家的行为 就是出了某些问题 所以如果有 比如说 如果我们有一些措施是可以 让民众延长这个产品的使用时间 比方说 塑胶袋很好用啊 你带去买菜 它很好清洗又不会脏 那你就多用几次 其实用个几年是有可能的 但是现在大家的问题就是 你可能用一次就把它丢掉 那就会造成很大环境的负担 为了削减一次性塑胶袋的环境威胁 新北市和环保团体合作 深入塑胶袋的大本营传统市场 打造全台第一座无塑菜市场 你如果要菜 你可以拿自己的椅子 对 说不要塑胶袋在这里放进去 就不用塑胶袋直接放进去 有有 减少塑胶袋使用 我用籃子就这样 好好好 谢谢你配合 谢谢你 来我们前面走 刚刚有民众就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 支持我们 赞同我们的想法 要从年轻的时候扎根 但是也有民众比较冷漠 就是说我不需要 因为我们没有法令在强制性要求 所以不是所谓的不塑市场 那市场这边 因为它其实主要是一些 摊商集合在一起的 那如果你要真正的 都来限制塑胶袋的使用 真的会造成民众的不方便 所以我们才会 我们先采鼓励市的方式 台湾从2002年开始推动 一架质量限速政策 包括超市 百货 量饭店等等 纳管的14大类 10万家业者 塑胶袋的使用量加总 每年可减少45亿个 不过台湾的塑胶袋使用量依旧很惊人 每年初估高达155亿个 不在管制范围内的传统菜市场 减速可能吗 改变该从店家开始还是消费者呢 152,155 你才提起币币币币币你自己下 我给你减2块 好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很够地要用几张 几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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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百张一张三张五张十张二张 二十张都有很多张 够的啊 一够的要资5千块 一个一两角一两角 你减一个一两角 你领头外你怎么能够练 不是练的 我们这样更方便 不用说每天都要练这个练练 练练练 对啊 对啊 既然就炒掉了 有啊那边啊柜子那边有很多袋子啊 在重复使用啊 我不曉得 穿过吗 半斤可以吼 好 它啊 巢子很小 拢了你去拿 拢了拢了什么拢了都有 对 有啊 环保袋 在这边 平常是你都会这样说吗 会 我们请它自己自备环保袋 或是没有带的话到旁边那边去拿 今天有活动去可以领卫生纸 这样子 你会偏偏给它三米线吗 对啊我会送它冲啊 我会算它便宜一点啊 对啊 对啊 要上外三纸 今年在推的不硕市场呢 我们就是希望要给一些幼婴 给这些婆婆妈妈来使用这些环保袋啊 或是再利用的一个袋子 只要有一个做五次的一个不硕消费的行为 那我就送你一包卫生纸 那其实我们发现卫生纸还真的是幼婴蛮大的 我们是发现说 其实很多家里都有环保袋 然后放在那边也没有再用 那也是一个浪费啊 所以我们就有设置一个rebag箱 然后呢 就是希望民众能够捐这些环保袋 那我们就希望这个袋子能够代代相传 就是一支传下去的意思 那这些摊商们其实 大概也都会跟这些顾客讲说 你外面有那个rebag箱 你可以去拿那个袋子来再利用 那其实我们来评估它这样的量呢 觉得它可以减到1000个塑胶袋 所以这样一年看起来将近可以减少40万个塑胶袋的使用 市场推不速 摊商可减少营业用的花费 不仅自发响应还积出优惠折扣 市府也推出免费的赠品当诱因 还有环境志工将源头减量的观念带进市场 有这种很大型的那种保鲜盒 它就非常适合再来重复成装这些面包啊 或者是像馒头之类的东西 青菜水果或者是鸡蛋 其实也都可以放在这边 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它没有善跟恶 我觉得主要是人们制造 我们制造塑胶然后使用它的方式错误 因为我们不是要仇恨塑胶 我们希望改变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必须要舍弃那种抛弃 使用一次就抛弃就丢的习惯 像现在已经有使用者付费的机制 可是真的是太便宜了 大部分民众还是没有感觉 他会认为一个塑胶袋只要付一块钱 对他来说真的是没有痛感 如果我们可以真的把塑胶袋 付费金额提高到一个五块或者十块 我觉得民众才真的会相对的有感觉 然后减少他们的使用量这样 可以自己去帮免费 对啊 你可以帮忙吗 对啊 可以帮免费 有人可以帮你抛或是帮你拷 说会怎么这么丢生到 连一个路线都不需要投资吗 也是有啊 一百的 正硬的吗 有啊 有啊 什么的 不是说你 一肩 拿一肩带你去丢生 丢生 不需要让人 以前帮你抛吗 对 他会说人家用过他不喜欢 他怕人家用过有味道 摊商发挥服务的精神 提供塑胶带方便客人消费 这在充满人情味的菜市场非常重要 明知少用塑胶带可以削减营业成本 但为了让顾客多上门 减速往往只能口头说 不好实际做 或许先从消费者展开免速行动 才可从根本上巩固店家减速的信心 上市场买菜 自备环保袋很常见 带铁桶上街就很稀奇了 不用切 然后不用塑胶带 哈哈哈哈 不用吃 不用带 哈哈哈哈 谢谢 谢谢 提着丫头采接 一般人可能难为情 涂月华不以为意 他例行生活减速 上市场采买 坚持不使用任何一个塑胶带 铁桶的用途会用来装什么 我会用来装全鸡全鸭猪肉 还有鱼港的鱼 还有我平时做柜的时候泡泥 然后很多 只要是湿的东西 然后体积比较大的 我都会用它来装 这一只要泡50 好 没问题 随便一个 都可以 好 大小块都送你 谢谢 谢谢 我就是有一个大的袋子 装我的保鲜盒 保鲜盒我装在这里面 然后呢 我再另外准备一个拉的车子 然后我在买的过程当中 先买盒子里头的东西 买了以后 一个个的把盒子放进去拉车里面 然后控出这个篮子以后 最后面买青菜回来 谢谢 好 拜拜 你买蛤蟆都不用跟他讲几斤 他都帮你装好 不用 因为我就是在家里有一个适当的容器 那个容器就是我知道那个量 我们家的人吃可以煮两餐 那我就固定拿那个盒子给他 你会发现他很自然接过去 然后很自然的帮我称我要的量 他都知道了 谢谢 你只要他盖得够紧 其实你任何只要可以盖好的容器 那汤汤水水都完全不用担心 无数生活会不会让你有成就吗 会啊 就是自我挑战嘛 你就是今天会做的比昨天多 明天可以做的比今天多 然后你说去挑战这个环境 我觉得不如挑战自己 你去测试自己 到底能够灰毛到什么程度 在我们家要找塑胶袋 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平时都不会把塑胶袋带回家 这些盒子很多都是我身边的人 他们不用的 我就把它留下来 那有些已经坏掉了 以前这样我也不能忍耐 我一定把它丢掉 可是我现在会用它 我就把它用在水分比较少的地方 好 修缮也是环保的一环嘛 那我不觉得那个是穷酸的人才会做的事 那以前我没办法忍耐 就是对于像这样子 你就会觉得它不完美 或者是它就 我觉得那纯粹是心理上的作用 我把它黏起来之后 我发现它功能完全一样 然后它不能修 因为我送去了 它说不能修 不能修我就这样子用 以前一点点碰碰磕磕就要换新的 不会去想那么多 想的是自己的面子 想的是自己的方便 现在不会 现在会尽量去修它 看我能不能修 能修的话我就先修 不能修的话那我就用用用到不行为止 交易热露的蔬果摊 付钱交代拎了就走 方便省力 传统市场裸卖生鲜蔬果 想完全禁止使用塑胶袋不可能 但是我们可以合理使用 减少使用 循环使用 准备一只袋子上市场 自己购物自己带 与用了就丢 短暂使用的习惯说再见 也让这位摊伤阿贝的手 休息一下